務實的接受台灣 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沒有另外宣布台灣獨立的必要 正式扛起黨機器 賴主席宣誓就職 重申兩岸論述 因為他過往主張 自己是務實台獨工作者 如今站穩蔡總統 四個堅持的兩岸路線 不再強調台獨 而是蔡歸賴隨 這樣子他當民進黨的主席 對台灣有什麼好處呢 以前台獨是民進黨的省主牌 民進黨已經一再的很清楚 告訴那些獨派的人說 就算他們做了 也不會真正的宣布台獨 然後他們現在換個方法說 所以這個是他們欺騙獨派的 這個行為 從抗中保台到和平保台 賴清德兩岸態度 必談台獨 凸顯兩岸路線 沒有新的意外 除了要降低美方 對台海情勢深溫的擔憂 一方面也替自己2024鋪路 中國學者解讀 賴清德喊出台灣已是主權獨立國家 並強調兩岸互不地屬 實際上等同宣布台獨 觸碰中國紅線 也有學者認為 蔡英文是披挂中華民國外衣 走著台獨路線 但賴清德更赤裸 連中華民國外衣都要丟掉 基本上賴清德是延續 蔡英文的主張 就是兩岸維持現狀 然後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 互不隸屬 民間黨不會去破壞現狀 會一直問賴清德說 務實台獨工作者是什麼的 我必須真的要認真講 真的是裝睡的人叫不行 賴清德當擔任行政院長 在總質詢的時候 國民黨的立委質詢他 他那時候說的話 跟現在根本就一樣 沒有什麼調整 賴主席走馬上任 兩岸論述先被檢視 畢竟要放野2024總統大位 兩岸必考題只會多 不會少 靜新聞稍微支持 榮廠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